他說是國防部所屬單位之一 為黨內重要清運機構 工作策劃與執行 均應先承報黨中央 接受黨的領導 經過將近兩年的調查 我今天早上本會召開委員會 決議社團法人中國青年救護團 是中國國民黨的附水組織 我先引用一段國民黨蔣中正總裁 在中常會聽取 當時就國民黨主任蔣經國 做工作報告之後 他的才勢 當時他在國防部下面 所以他說是國防部所屬單位之一 為黨內重要清運機構 工作策劃與執行 均應先承報黨中央 接受黨的領導 從人事上來說 救國團第一任的主任 是蔣經國之後的 都是國民黨裡面重要人士 在業務方面 救國團的主任 都一直都到國民黨的 這個黨代表大會 去做工作報告 一直到解嚴以後的李中櫃 都是如此 那個財務部分 70年代 80年代 教育部也提供經費去蓋了各地的 大家看到的青年活動中心 甚至早期 救國團的員工 要比照國民黨的黨工 跟公務人員 一樣要加發年終獎金的時候 也是由國民黨決策 我們交由行政院去編列預算 透過國民黨領得之後再轉給救國團 從以上人事業務財務 各個角度看來 救國團都是國民黨的附水組織 我們今天清查黨產並不是主要的目的 其實是為了要去矯正過去的不正義跟不公平 我們主要的目的 並不是要去干擾一般民眾的生活 因此在這個角度出發 我們會謹慎的來處理整個他的營業活動的支出 邀請救國團明天早上派員他的會計人員 他的業務人員到本會來協商 我們未來針對他們要依法提出許可的部分 要如何來進行 那麼接下來我們會進一步 再來清查救國團的資產